圣经的隐喻比喻都说为说明一个真理 那么预备奖章是不可以单讲比喻的部分吗 可以啊 我们谈到解经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原则的时候 提到比喻的解释的时候 要留意一个比喻 它可能或者说严格来说 它作者要表达的就一个重点 它强调的 它用比喻就是为了说明某一个 它要强调的事实 但是我们喜欢是把整个比喻都肢解了 榨取它所有的精华 每一个细节试图都想挖掘 它的灵意 它的意义 其实圣经作者讲一个比喻的时候 你仔细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 它每一个比喻 它都有一个强调那个point 那个点 射击也好 瞄准那个靶心 拉弓箭也好 射击它有一个目标 所以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核心的主旨要点 那我们可以讲比喻 比如说撒种的比喻 耶稣自己给解释了 当然这个撒种的水 种子是什么 四种田地 是什么 四种不同的这个土地的状态 结果也不同 耶稣透过这四种不同的土地 这种结果 它要说明什么呢 天国好比一个人撒种 那就是谈到了这种撒种的人子 什么道和人的心态的反应 它要说明什么 我们可以透过作者本来用这个比喻 要强调的那个点去把那个点要强调出来 那我举了那个聪明淤卓童女 十个童女那个比喻里面的时候 我们过去传统的比喻 就是传统的解释 就是也要留意这个游是什么 我们这个喜欢旧约的人呢 这个包括新约也一样 游的确游的时候是预表 或者象征圣灵 那我们一看到游就想到圣灵 那个灯是什么 我们是世上的光啊等等 然后睡了是什么 在朱里安息了等等 做了很多解释 但是虽然解释的这个内容本身有造就性 你这个教义没错 但是经文是不是说这些 这就是成问题了对不对 往往寓意解经 它的那个内容本身 教义本身可能不会错 不错 而且很正统 但是问题那个意义 是不是经文本身所表达的 就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那个比喻 实际上我们看24章结束和 童女比喻最后意解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所强调的 就是在这个面临着末世的时候 所以你们要警醒 要预备 愚拙的愚关键在于不是睡 他们都睡了 关键在于他们提着灯 却没预备 聪明聪明在预备啊 所以耶稣讲的那个重点 所以前面讲了那么多 所以你们要预备 这就是他讲的重点 领会到他的重点 OK 就以这个重点作为切入点应用 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 在基督再临之前 我们应该警醒 所以解释比喻的时候谨慎啊 别那个太 每个细节都抠的话 有的时候就强解经文了 所以讲道的那个形式有很多 根据不同的文本 或者是不同的需要 我们可以不同的形式讲道 虽然我们主打的是试经讲道 但是主题讲道也有它的风格 透过整本圣经去谈论一个主题的时候 更整全 因为一段经文不可能充分讨论一个主题 是吧 假如说你只拿这个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一节来解释的话 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二十二节等等 那你必须得看整本圣经信心和行为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比喻呢 在教导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有魅力的 因为它有它的独特的魅力 可能比讲罗马书不容易让人打盹睡觉 而且它又是特别用通俗和贴切我们生活的那样的例子 去解释一个比较深邃的真理的时候 对一些没有文化年龄大的肢体来说 是非常好的这个讲道方式 那你要对有一些头脑聪明理科生的这些知识分子 你要是讲的那个比喻 就还不如讲那个像那个命题式的这种讲道 阐述一些 针对不同的群体和需要 可以采取不同的这个文本体的 如果你是挨着牌讲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开始讲 那讲登山宝训讲完了这个比喻了之后 可能又讲一些叙事的 又讲一些讲论的教导的等等 所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哇 啊 门 我们 亦